你哪可爱的 你看 你的慈眉山墨 最好给我展示出来 如果是你杀的 我替你去坐牢 你要这样 那哥就认了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郝宝杰 我跟他积怨一身 行 我把他叫过来 你是跟他积怨一身 还是跟他积怨一身 还是跟他积怨一身 不是 因为上回进了郝宝杰家 郝宝杰帮我们 凶我们 凶我们 你知道这有一个门 可以通出去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吗 你们快出去 我是叶卓 出去 出去 这是我家 这 咱确实没理 虽然是我不对 但是他不能凶人家女孩子吗 凶人家 这什么道理 你坐在那儿 谁是你吧 你看这些 就是不行 我杀人的怎么样 你凶我干嘛 还问什么问的 有什么可问的 咱们哥来了 暴躁哥 干嘛呀 你干啥一天天的 干嘛呀 你变了这屋 还没有点数吗 副副经理不就是你们 暗死的吗 我们暗死的 你比你暗死的 你比你暗死的 把板给我折上 你不能出来 对 赶紧回来 吓死我了 不用 我能 我能控制我 控制我自己 谁有什么想问的吗 反正我是很相信我哥的 老弟要不你过来 咱俩一起坐 也没必要 一坐而已 就凳子有线 是这样的 那个 我怎么看着他那么紧张 我紧张 看我紧张什么 问他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 谁询问谁 你今天 你今天为什么把我们放进那个屋 物业的办公室 你凭啥能就这样给我们放进去 你们在这个物业办公室待会儿 我把门给你们打开 这么随意吗 确实 不是你 你们在外边站着 你们要进去 不能让你们在外边站着 而且有我老弟呢 是啊 对 一般人能让你进不进呢 谢谢你啊 谢谢你哥 谢谢 谢谢我老弟 谢谢你弟弟 不是老弟 谢谢 回的没有 客气 客气 这第一个问题 等于是哈拉 是跟人家客气 你跟人家客气 什么的 你想问就问 你别 你别 他一会儿站起来了 错了 你那个小车上有一个小卡盒 快乐老家 你老去是不是 那地儿干什么的 去干嘛 你说去那地儿 你说能干嘛 快乐去了 那肯定是图快乐 图休息去了 你手机里有一段 妇妇经理的那个录像 录像的内容是 他跟老板打电话 喂 老板 就是我觉得那个 总总经理的死 有点欺强 我觉得是有人 故意而为之的 你是不是紧张了 因为你把总总经理 给弄死了 你怎么觉得是我弄死的 那你为啥要偷偷录人家 这个我跟你讲 就是我当时也是觉得 总总经理死吧 他以后蹊跷 蹊跷 然后一听这个 有些八卦 我就行 我就录下来 就好奇 好奇 我可听说了 你跟这个 总总经理和夫妇经理 不太合 他俩一看你就讨厌 为什么 我这么可爱的人 这么慈眉善目的 你真他们 我最好给我展示出来 你跟夫妇经理和沈妇经理 哪个关系更好 你看 你的慈眉善目 最好给我展示出来 是 你跟夫妇经理和沈妇经理 哪个关系更好 沈经理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卷王 我跟他没啥交流 老妇这个人 起初我觉得 他是一个溜须拍马的人 就围着这总总经理转 这人不打地 后来我发现 诶 这人行 是个刀子嘴 豆腐心的人 总总经理生前的时候 他老嫌弃我 老不让我 跟我的车离他近 他觉得那有味 所以让我们圆一点 总经理 太错了 那要给我圆一点 好 这副经理一个窃灯似的 他走走走轰我 走走走 别再来 后来我听他跟同政界说 其实他是怕 宗总经理真对我生气 扣我钱 而且他一天围着 宗总经理转 其实是想让他开心 他一开心 就少骂我们下属 好过 好过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真的 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的 真的是能出 那天宗总经理死的时候 你在案发现场吗 我在啊 我负责整个活动现场的卫生 你有没有在那儿落下点什么呀 落下啥了 你不是拍了吗 我偷拍对话了 我拍 你偷拍他那个电脑屏幕上 人家有一张照片 就是那个东西旁边 发现了你的手帕 那是人家电脑截图 你现在在这儿 哦哦 有啥用 你说的是那毛巾是吧 对呀 是 是我的 那能证明什么呀 那你们每个人手里 都有我那毛巾呢 那你拍人家那个干吗呀 你是不是就觉得 好今天这个副经理 给领导打电话了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案子另有其人 而且他发现了 你在那个案发现场 留下来毛巾了 然后你就起了杀心了 你就觉得好 他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 然后你就要给他弄死 你还把门给我们开开 让你递进去 当了那个二次杀手 逻辑太清晰了 高光 那解案吧 别别别 先别解案 先别解案 行我 看来 马上是瞒不住了 总总 就你的死的确跟我有 脱不了的干系 但是真不是我 故意要杀的 这事是这么的 我本来是负责 当天会场的卫生 还有三楼那个 剧情装置的卫生 但是直到总总 有你上台讲话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三楼我没擦 我就赶紧从一楼上 三楼擦 谁知道那玩意那么不结实啊 我一使劲 它就掉下来了 正好砸到总总经理脑子上 你是碰着螺丝了还是咋了 螺丝松动之后 十分钟掉落 我就是他 我哪 我那玩哪有螺丝 我哪知道有什么螺丝 就说可能不是你推一下 就是你跟他弄 他已经松了 真不是我 所以你就上网查那个信息 说间接性杀人 过失伤人 杀人 你几点到的公司今天 我八点 八点到的 对我八点到办公室换完医护 我就打了卫生了 最后一次见到夫妇经历 是什么时候 十点多钟的时候 好像就在办公室 我是办公寓 正好看上他 瞅见他了 我听了好像在打电话 说孩子 孩子的事 对 说孩子的事 可能是给老师打电话 是 明白 老弟 你不会认为是我杀的吧 我当然不会 我信任你 如果是你杀的 我替你去坐牢 你要这样 那哥就认了 没有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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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我赶回去了 没事 哥 好 忙一下 忙一下 哥 相信哥 拜拜 快再见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